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到了第十二集 成妈妈让纳静给垃圾哥送西装 纳静急忙开始捣翅一番 这时桌上又出现了两只小狗 只是棕色小狗侧身看着其他方向 看不到灰黑色那只 可之后剧情中 垃圾哥因睡眠严重不足 闭着眼睛进屋 没有看到坐在沙发上的纳静的情节吻合 还有在同一集 纳静想和垃圾哥一起去看音乐剧 但垃圾哥说自己实在搞不明白音乐剧 明明可以好好说话 为什么还要唱歌 尽管如此 当天纳静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焦虑地等待垃圾哥电话 当他刚要放弃等待失落的脱销外套时 我们看到镜头中闪现了两只甜蜜的小狗 随后 成妈妈进屋告诉纳静去接电话 那第二条线索是剧中频繁出现的三个动物公仔 大猩猩 海狗 还有这只小狗 首先 大猩猩代表了垃圾哥 第一集 垃圾哥拿着洗好的衣服来到纳静房间 看到墙上贴着李尚敏选手海报 看不顺眼地说 这时 床上坐着一个和他相同表情的大猩猩 然后在第三集 垃圾哥把为女友准备的白色情人节礼物送给纳静 镜头中的糖果栏放在大猩猩旁边 得知垃圾哥分手后 纳静开心地从大猩猩身旁拉过糖果栏抱入怀里 那海狗我们之前也提过 它曾是纳静儿时形影不离的毛绒玩具 但泰圈过世时 纳静把它送给了哥哥 后来垃圾哥好不容易找到同款买来送给纳静 从此 这只海狗就和纳静床上的大猩猩作伴 第六集 海狗和大猩猩背对着背 海狗的姿势向极了窗外的纳静 背靠大猩猩可能是表现了 对不领情的哥哥有些生气的纳静 而大猩猩的表情仿佛就是感叹自己非常了解女人的垃圾哥 同样在第六集 最早的纳静抱着海狗靠着大猩猩睡觉 垃圾哥看着纳静陷入沉思 此时的大猩猩的表情像是看到纳静和戚风接吻时 瞬间凝固 愣在那里的垃圾哥 而在同一集 纳静喷着戚风送的香水吐槽垃圾哥的礼物时 床上的大猩猩和海狗抱在了一起 随后的画面是 纳静转身发现桌上的漫画书和棉花糖露出欣慰的微笑 之后剧集中 不管是纳静看立体图还是睡觉 大猩猩都陪在纳静身边 直到11集 垃圾哥正式把自己要搬出去的事情告诉纳静后 大猩猩就被搬到阳台上罚站 垃圾哥搬家那一天 纳静没有出去送行 大猩猩依然在门外 海狗玩偶在纳静怀里背向大猩猩 到了12集 大猩猩终于再次回到屋里 和纳静开心的背影一起出现的 是背着包手牵手的海狗和大猩猩 然后这一天 我们看到纳静如愿和垃圾哥约会 两人牵着手去看了音乐剧 那小狗玩偶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1集 当得知垃圾哥要搬走 纳静又气又伤心躲到屋里 垃圾哥进来安慰时 海狗望着星星 但星星望着别处 而它们身后趴着一只心痛地看着这一幕的小狗公仔 它的模样让我们想到了戚风 那12集 这只小狗也有出镜 当它出场时被压在椅子下 幸好被戚风解救 好像在暗示它在随后的商场坍塌事故中躲过一劫 那关于三丰百货大楼坍塌事故 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 该事故发生于1995年6月29日 造成502人遇难 另有937人受伤 财产损失达2700亿韩元 是韩国历史上发生在和平时期的最严重灾难 也是全球史上最惨重的十大建筑坍塌事故之一 90年代中期 韩国在经济上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 也是在那个时期 韩国的各种文化娱乐体育行业开始竞相绽放 而此时发生的三丰百货大楼事故 与发生在前一年的盛水大桥坍塌事件一起 成为韩国压缩式发展的影子 向外表光鲜内离腐烂的韩国社会给了当头一帮 韩国政府在事后对全国建筑进行严格排查 结果发现需要重建的占七分之一 需要大规模维修的占五分之四 只有2%确定为安全不需要维修 那当年销售为全国第一的这座豪华商场 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倒塌的呢 首先是擅自改变结构设计 以及建造过程中偷工减量 与设计图相比 实际建造的大楼柱子直径减少了25% 部分承重柱在没有专家确认的情况下 直接被取消 使大楼的承重能力大打折扣 再加上为了在自动扶梯旁加装防火墙 切开了扶梯旁四分之一的困凝土柱 使大楼又失去一部分重要支撑 这些行为虽不能直接导致大楼倒塌 但相当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此外在商场临近竣工时 三封集团提出要增设第五层 因安全问题遭原施工单位反对后 直接将其解雇 改聘三封旗下公司继续施工 但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个致命决策是 原本五层将作为轮滑厂 但管理层认为与商场的高端定位不匹配 便改成了含料餐厅 那这一决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餐厅有冰箱等各种重型厨房设备 和大量陶瓷餐具 本身比轮滑厂会给建筑更大负重 加上韩国人有吃饭时席地而坐的习惯 这些餐馆的混凝土地面下又添加了水管用于加热 单单这一加热设备就相当于三层建筑的重量 因此现在的百货商场韩餐厅一般用电热板代替传统加热装置 商场每时程大部分设在地下也是因为这起事故 那从2010年开始 由于施工方式的改变逐渐将高级餐厅设在商场最高层 那还有一个重大隐患是安装在楼顶上的空调设备 三台大型冷气机注满水时达设计标准的承重负荷4倍之多 加速情况恶化的是 1993年由于周围居民抱怨冷气机噪音 大楼后部所有冷气机都被移到了前部 而这一过程本应使用起重机 但却为了控制成本使用了滑轮移动 使整个楼顶结构大面积出现裂痕 再加上冷气机运作时产生了震动 事故发生数月前 顶层天花板已开始出现均裂等倒塌迹象 但是商场仅仅采用了简单应急措施 并没有进行全面检测 这是一起因设计施工维护管理不善 而早已被预料到的人灾 贪婪导致一次次无视安全和践踏规则 灾难看似是早晚的事情 但让人心痛的是如此严重的人员伤亡 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事发当日上午 五层出现严重的坍塌征兆 经土木工程专家检测后得出结论 整栋建筑有垮塌危险 但是当时正值商场促销期间 当天客流量巨大 无良的管理层为了眼前的利益 没有立即疏散人群采取行动 甚至有商场员工迟到事故发生前 还在给客户致电邀请钱来购物 下午5点52分左右 五层开始垮塌 一瞬间尘土飞扬瓦丽成堆 韩国曾经的标志性建筑 在20秒内已为平地 那剧中 戚风本来计划在地下一层 买完磁带就去五层吃冷面 但因店铺关闭 被唱片店店员推荐地下 Wendy's餐厅 冷面店当天闭店 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天花板军裂 而Wendy's餐厅所在地下 是人员伤亡最惨重的区域 幸好戚风离开了商场 避开了灾难 但是就如纳静的旁白 奇迹之所以被称为奇迹 正是因为它罕见 比起意想不到的幸运 人间更多的 还是意料之外的不幸 拉吉哥的患者家属 就没有那么走运 他去商场 给临近出院的妻子买饺子 结果遇到事故死亡 剧中 拉吉哥用手表 认出患者的场面中 我们看到两只相同手表 一个在正常运转 而另一个永远停在了 三风商场倒塌的 5点57分 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